恩典36 365天 我们今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在这两天的分享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多的被提醒 这里面讲到法利赛人 这些人比一般人可能更熟悉圣经 但是他们却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 生命不断地被更新改变 而是天天用他们的圣经知识 却定罪别人 去攻击别人 甚至找毛病去陷害人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自己也常常被提醒 我是一个传讲圣经的人 求主帮助我 让我所传讲的这些圣经的信息 第一个要面对这些信息里面 所带出来的教训 应该是我自己 我求主是恩 但是法利赛人 他们就着耶稣所讲的话 在挑毛病 然后想方法去攻击耶稣 去陷害耶稣 他们把他的门徒找来 他们计划好一套东西 叫他们的门徒 说你们去你们去 我们躲在后面 他们在做好人 让他们的徒弟出去 去做这些事情 那那些徒弟跟他们学什么呢 学得很诡诈耶 然后他们就说 哦 父子啊 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人 你诚诚实实地传神的道 而且呢 你从来都不寻这种情面 因为你不开人的外貌 你看诡诈了 讲先讲一堆好的东西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挑毛病 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说 那呢 那我要问你一件事啊 这个捐献给大家 可以还是不可以 他们有一个意义 要来试探耶稣 然后耶稣责备他们说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你不要在那里做假 假装还在那里捧我 哇 夸耶稣 哇 你是诚实人 哇 你从来都不寻情面 哇 你是不看外貌的人 你好不好 假冒为善 你明明就是要来攻击耶稣 你明明就是要来做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去挑毛病 甚至做一个挖一个坑 要让耶稣掉进去 你知道他问的这个问题 接下来几天我想要来跟你分享 这个问题其实很恶毒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表面上做的好像是 哇 你看我们是赞美你 我是夸奖你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这里面有一个字叫做试探 试探这个字其实跟试验这个字是同一个字 这两个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说弄一张考卷去考一考 考耶稣 考耶稣其实不好啊 就是我想要看 我问一个问题嘛 看你怎么回答我 但是这里面用试探跟试验 这两个不一样的关键在哪里 在动机 他可以问一个问题问耶稣 我问了一个问题问耶稣 如果我的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真的想明白 他有一个对的动机 因为我不明白我想问你 但是也可能是一个不对的动机 是我问这个问题 谁要陷害你 关键在哪里 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 耶稣看出这些人的恶意 恶意是什么 不好的动机 求主帮助我们 也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 也会是说 我听今天恩典三论 我觉得有个东西好像不对 我想要弄一 我们当然可以彼此讨论 在讨论当中也可以提出问题来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动机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对的动机 是一个我渴望明白神的心意的动机 而不是有一个恶意 求主帮助我们 彼此分享神的话 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